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向所属公司提出 专属合约效率停止申请后 胜诉的意大利索牛四位成员 与前一登讲创立的 新人女团Triple S的所属公司 签下专属合约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前一登讲是 以制作意大利索牛的世界观 以及担当了意大利索牛从发掘到出道 完全体迷你第二张专辑的制作 而在饭圈非常出名 但是之后因为与所属公司发生意见分歧后 从2019年开始就没有参与 意大利索牛的专辑制作 也因为这些故事 意大利索牛四位成员 与前一登讲的所属公司 签下专属合约的消息 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担心 前一登讲制作的24人组合新人女团Triple X 目前为止只公开了12位成员 所以意大利索牛四位成员 会不会就直接加入Triple S 希望不是加入Triple X 直接用沃德艾瑟克做团体名赛出道不行吗 沃德艾瑟克是由 乔恩金属眼龄三人组成的 意大利索牛小分队 沃德艾瑟克专辑真的非常好 再加上席金的话就太完美了 想到意大利索牛资历的话 绝对不可能是加入Triple X 应该是能让他们另外活动 所以才会带来的 希望其他成员们也能好好解决 赶紧搬过来 对于意大利索牛四位成员 与前一登讲签订专属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网友们发私信问的内容 昨天在最新一集的Boys Plane 一位中国练习生的态度 引起了人品争议 表演练习成果的Feel Special Team 这个时候 张帅博看起来非常不积极 等一下 张帅博你怎么了 我不想教那些自己不努力的人 我觉得我的part很难 分配part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好像不想要这个part 所以我才想要试试看的 但是现在觉得很难 你现在在舞台这样的话 会给其他人造成多少困扰呢 你选的你就要负责啊 这真的是不成熟的行为 虽然有努力差 但还是没有背好歌词的张帅博 张帅博 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 重新练好再来 今天实在没话对你说了 这不是实力不好的问题 是还要不要让人听呢 然后张帅博在宿舍 对另一位中国队友说了 之后在彩排被导师们骂后 但是这之后 节目马上就播放了 强王给一边编舞一边说明的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幸好马上就播放了由强王给说明的部分 我一开始听她的话 还以为是真的没有说明呢 都知道要播放还能这样说 真的好厉害 哇 踢到强王给的时候 竟然用脚趾床 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在前面说坏话 真的很讨厌 一开始我还怀疑 是不是M9恶魔的剪辑翻译 但是听中国朋友说 听中文的话会感觉更傻眼 对于Boys Plany的这个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根据韩国媒体昨天的报道 3月14号 ESPA宁宁在接受时尚杂志 博客China采访时 公开了平时随身携带的物品 当中还包括了一瓶眼药水 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就是实力不是很好 之前有手术过一次 然后这边几乎是看不到的 这是一个秘密 所以随身携带眼药水 让眼睛没有那么干燥 保护好眼睛 据了解 宁宁在列西城时期 换上了阿密巴角墨炎 当时她为了治疗眼睛回到中国 但没有完全治愈 导致视力下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哎哟 孩子竟然有这种苦衷 灯光会让病情更严重的 希望能持续接受治疗 本人应该已经习惯了 但是应该会很辛苦的 宁宁啊 活动虽然重要 但是也要保护好眼睛 快要回归了 要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